第十一届海峡论坛今天在厦门举行 广为大陆民众所熟知的台湾知名电视主持人黄志贤 首度受邀参加并在论坛大会上进行演讲 黄志贤以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光明的未来为题 发表了近16分钟的演讲 他的赤子情怀不断引发热烈掌声 这段视频在今日海峡脸书粉专上 也受到许多台湾民众的关注 并为黄志贤点赞 表示两岸一定要统一 一定要振兴中华 以下是黄志贤演讲全文 各位领导 各位先进 各位前辈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 我的机动是 我是中国的台湾人 我在台湾讲 我支持我当然支持两岸要统一 我们要和平统一 我们要一国两制 因为这是对台湾最大的体贴跟尊重 做节目 我过去两年到大陆三十几个城市 每个城市我一落地 就有同胞来 我看见每一张脸孔 老老少少的脸孔 我常常被感动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搭公车 坐地铁 当我第一次坐高铁 越过长江 黄河的时候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觉得说 就是这种感觉 原来我真的可以在我这辈子看到中国的富强 谢谢大陆同胞 你们做到了 我们国家几经伤痛 我们受了多少的苦难 多少的流离失所 多少的前辈 多少的亲人为我们努力 我们才可以有今天 习近平主席在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是我这几年来看到对台湾所有的说法里面最珍贵 灰宏气度的一锤定音 对台湾诚恳 抚慰 安慰 保证 把两岸的根源 把历史的纠结 把70年的分离 跟未来我们要统一 我们要复兴 整个详尽的路径都画出来 我的祖先过去在200多年前 从福建 一无所有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到了台湾 我们这一代要把台湾带回中国 台湾跟大陆必须连结 两岸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外国势力介入干涉 所以我们还在彼此对立 长期的分割 这是悲剧 我们不可以让悲剧继续下去 这是多少的不得已 多少的痛苦 多少的流离失所 多少的牺牲 多少的眼泪 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 让悲剧结束 让大陆跟台湾联合起来 我们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越南在1976年统一 德国在1990年统一 我看今天越南经过沉淀一段时间以后 它全盘模仿学习大陆的改革开放 没有多久 今天越南已经是亚洲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德国在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刻 它就奠定了它重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难道我们中国比不上德国 甚至比不上越南吗 我们当然要努力 但两岸分离70年 现在还没有真正统一 这是我们民族最大最大的痛 也是我们的国家从19世纪以来 备受欺凌 被列强侵略 对我们中国来讲 最重要的关键 没有统一怎么会有民族复兴 没有统一 我们这一代怎么把棒子交给下一代 没有统一 我们这一代怎么能够去见我们的先人呢 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痛 一代一代留给下一代 在台湾很多人整天讲维持现状 但台湾的现状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个现状可以让你维持 台湾的现状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悬崖 走向边缘 而大陆此时此刻的现状就是迈开大步 大步向前 一日千里 我们要这样的现状吗 我们是台湾人 爱台湾人可以要这样的现状吗 爱中国的人 舍得让台湾继续沦落下去吗 台独绝对不可能 我们14亿中国人绝对不可能让台独有任何的机会 两岸统一是必然的 其实做民调 所有的台湾人 七成以上都知道两岸一定会统一 那你要怎样的统一 不要和平统一 难道要武力统一吗 难道要兵戎相见吗 难道两岸打得血流成河吗 难道要让外国的势力坐在旁边鼓掌 大笑 欢快 快乐吗 这是我们要的吗 难道我们不能够两岸坐下来 坐下来谈 我们手携手坐下来 为什么不可以 最重要最需要统一的是台湾 台湾需要国家统一 才能够结束这几十年来一直不断的消耗在统独 内耗矛盾精神分裂的状态 台湾走不出去 为什么走不出去 因为台湾根本找不到自己 你找不到自己 左手跟右手打架 左脚半道右脚 你要怎么走出去 你还要让人看到什么 看到你呈现精神分裂的状况吗 当然不 要统一 为了台湾 为了大陆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中国人 要统一 因为统一我们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的台独 不要说统一了 他认为在台湾你做中国人都不可以 不准说你是中国人 但我们可以让台独这样得逞吗 可以吗 当然不行 是从血缘 传统 文化 到法统 台湾人当然百分之百是中国人 大陆同胞当然是我们的同胞 我每一次到每一个城市 然后想想到哪个地方 要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感觉 立刻就会出来 包括2015年 我到湖南长沙念中医博士 我到小巷里去 第一次看到吃到黑色的臭豆腐 我到后面排队的时候 那个炸臭豆腐的大爷 说我要什么 我讲说我要臭豆腐 他一听我的口音就说 你是从台湾来的 我说是我台湾来的 他说台湾来的不用排队了 到前面来 不用排队 我说不行不行 排在前面的大爷 大姑 大姐说 台湾来的 不要排队了 到前面去 结果我没排队 我还吃了霸王臭豆腐 没能付钱 从那一刻 那种同胞感 从2005年到现在 大陆同胞就是我们的同胞 还能够不承认这个事情 他能不承认到什么时候呢 让我们坐下来 寻找 探索 去摸索我们彼此 让我们坐下来 融合皈依 对 我们在政治上 我们是分隔 但是不可以让他们继续分下去 我们要坚定的走向彼此 每一天都更靠近 因为我们需要彼此 我没有你 你没有我 我们怎么会完整 这是所有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一国两制的设计 这是对台湾最大的尊重跟体贴 让台湾人可以再为中华民族继续淬炼 我们过去的台湾独特的风俗跟经验 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可能有的很丢脸 有的很可能会在未来我们国家民族的复兴当中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传承 都会是中华民族的资产 一国两制下面的台湾 只会加 不会减 只会增加很多 让台独这种荒谬的 没有人情的存在 让它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灰烬里面 不要再伤害台湾 不要再伤害两岸 不要再伤害我们的民族 这到底有什么损失呢 也有人说 在香港和澳门 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事 但你仔细比较 九十七前后 不管是民主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国际地位 香港和澳门都大幅越境 远远超过九十七年以前的殖民地地位 毫不犹豫的 我在台湾这样讲 我在大陆这样讲 这就是事实 当然英国人有他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的问题跟政经的陷阱 还是有缺陷 还是不完美 还是要努力 但是港澳的一国两制 台湾人根本不明白 只是因为媒体不断炮制错误的妖魔化的一些报道 也就得到了负面印象 一国两制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一种设计 是大陆最大的善意 你想想看 现在两岸不就是广义底下的一国两制吗 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土地吗 台湾的制度跟大陆制度现在不是一国两制吗 但是两岸从1979年停火到现在 并没有真正的停火协议 也没有真正的和平协议 如果我们在法治上 我们坐下来 不管是金门高粱 不管是带了什么样的酒 坐下来谈一个真正的法治上面的一国两制 那不是真正保障了台湾的未来 加强了两岸真正紧密的连结吗 我们需要连结 我们必须连结 国共内战到现在为止 只是默契下暂时的停火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争端全部都丢到20世纪 不要再带到21世纪 不要再背在我们身上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谈我们该怎么统一 我们要怎么样的统一 喜欢什么样的统一 我们要怎么样保障我们未来 我们的子子孙孙 能够把和平繁荣 把一个统一 强盛 国泰民安的中国 留给下一代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逃避 既然要统一 两岸总要从求同存异 走道具同坏 我们两岸现在有奇异 但不是不能改 我们努力的消灭旗舰 努力的越来越靠近 我们可以彼此握手 彼此携手 彼此拥抱 不要再让台独祸害下一代 不要再让台独祸害台湾 这真的很难 每天都要顶着压力往前走 可这是人生的奋斗 理想的奋斗 我们一定要让两岸可以融合 而又有独特的价值 让两岸统一 让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创造国泰民安 文明昌盛 民族复兴的我们未来共同的荣光 这是两岸最好最美好的未来 这也是我的中国梦 谢谢大家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 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